青蛙和美国文豪马克图温有不解之缘 一百多年前 马克图温在北加州桃金小镇安齐尔营附近 写下了著名的幽默小品 卡拉维拉斯县持名的跳蛙 安齐尔营每年5月用跳蛙比赛来纪念它 请听美国王统记者国福从安齐尔营发来的报道 南加州的好莱坞 有条举世闻名的星光大道 北加州的小镇安齐尔营也有一条 不过那会有什么明星呢 安齐尔营位于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东南 两小时车程的山脚 是个一百多年前淘金热烧货后 泥留下来的小镇 平常只有三千居民 每年5月就会突然涌进三四万名游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请教小镇的博物馆主任 1848年夏天 亨利·安齐尔一伙人到这里来淘金在河边露营 安齐尔发现卖日用品给淘金工人更容易赚钱就留了下来 因此这个地方就叫安齐尔营 安齐尔营的命运因为一个人而改变 1865年一个叫做山谬尔克莱门斯的记者在附近的公鱼山的小木屋住了三个月 他在安齐尔营的酒吧 他写成了跳蛙故事成为知名人物 他所作的笔记陆续在后来的作品出现 一直到1909年 所以说安齐尔营是图文人生的转折点 马克图文和他笔下那只青蛙也成为安齐尔营永久的标志 我要谢谢你们大家让我的青蛙故事得以流传下去 符合环保又以健康还充饮趣味 这只不解风情的青蛙难道还在等待公主的香吻 有的青蛙摆明的不肯合作 小女孩的父亲只好出奇兵了 这只青蛙可能创下距离最短的记录 有的青蛙则是拔腿就跳 跳蛙比赛测量的是青蛙三级跳的距离 比赛的策略很多 放青蛙的时候头要先着地 只能在第一跳的时候碰它 以后只能吼叫 我参加跳蛙比赛48年 这是全家团聚同乐的好机会 活动收入可以资助童子军等活动 何况我乐在其中 怎么可能不来和几十年的老朋友相聚呢 波特是跳蛙比赛的司仪 人们喜欢跳蛙主要是争取吹牛的资格 说自己是世界跳蛙冠军 这不容易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青蛙 我72岁 他71岁 朱迪奇是我们当中的老头子 三个老朋友每年一起去抓野青蛙 他们也没有料到会缔造世界纪录 我们在士德顿市的巴里路抓到柔西 柔西后来赢得1986年的冠军 所创下的世界纪录 21尺5又四分之三寸 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 朱迪奇是柔西的主人 那天夜里我们只抓到了一只青蛙 就是柔西 世界纪录的缔造者就是这么来的 朱迪奇和柔西的名字 因此登上了安齐尔营的星光大道 历年的跳蛙冠军都在这里名流青史 而这段历史 华人也没有缺席 这个青蛙龙是中华民国 参加1958年跳蛙比赛云来的 一位台湾的空服员 亲手把这个笼子送过来 可惜的是没有任何相关史料遗留下来 17岁的少年迈克尔·莱特 他的青蛙叫四连胜 跳出19尺一寸的成绩 获胜有什么秘诀呢 一点秘诀也没有 我就是上场把青蛙放下去 希望他好好跳 如此类似 青蛙有自己的脾气 有些时候他们跳 有时候他们不肯跳 你永远无法预测 他们的临场表现 一只在资格赛 跳出将近20尺的青蛙 在决赛的时候 却不肯跳了 这是常有的事 热闹过后 安琪尔营重归宁静 马克吐温是新的金矿 今天的马克吐温 可能比他活着的时候 更为人们所喜爱敬重 能和这么一个世界名人 拉上关系 我们都很兴奋 他让我们的城市为人所知 以上是美国万花筒记者国福 从安琪尔营发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